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着听着 所谓欣赏就是 就是他碰到困难的时候 才要欣赏他 不仅他做的好 如果他长得很英俊 学习成绩很好 身体都很好 那欣赏他 那有啥难度 正是因为他有了难度 这才要欣赏 这就是你的课题 听见没有 想欣赏自己的孩子 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想不去担心 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都得要去 去学习 去实践 就跟学什么 就跟学骑自行车 学开车一样 学游泳一样 不是说你上了自行车 就会骑的 不是说你上了车 就会开的 不是说你下了水 就会骑的 就会游泳的 要学会欣赏自己的孩子 得要你去学习 去实践 去反复的实践 反复的学习 参加过我们的面授没有 参加过两次 行 你肯定有一些同学 是吧 有一些同学 认识一些同学 可以跟他们经常交流 拿这个问题到现场 跟他们聊 我这里只能跟你说这些 你需要的是自己去实践 我不能替你到水里去游泳 我不能替你到自行车上去 一下一下的蹬 一下一下的摔倒 我不能替你去坐到车里边 去挂挡 去打方向盘 得需要你自己去做